大家好 前面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手机翻墙以后作为代理 共享给iPad和Windows系统 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用手机翻墙以后作为代理 分享给Linux 首先我们确保自己是一个翻墙的状态 上面有个小钥匙 然后打开这个代理 这个http把它打开 这个开关 现在我们回到Linux当中 现在大家看我们这个百度 如果刷新一下的话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我们来刷新这个谷歌 或者是YouTube 都是上不了的 因为我们默认的情况下 不是一个翻墙的状态 现在我们打开右上角的这个联网的图标 然后点这个设置 然后找到下边的这个网络 网络的右方呢 有一个网络代理 这个默认的网络代理是禁用的 我们点手动 现在呢 我们回到桌面 这个地址呢 就填这个手机端的代理软件的 给出的地址 192.168.0.104 断口号是8080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两个记者填到这个HTTP代理和HTTPs代理当中 填完以后呢 我们把它关闭 这个窗口关闭 这时候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谷歌的地址 这个时候我们看已经可以正常访问了 Youtube我们来刷新一下 我们看Youtube也已经能够正常访问了 所以说我们有了这种手机作为代理翻墙的方式呢 可以共享给iPad 可以共享给Windows系统 还可以共享给Linux系统 所以是一种非常方便的翻墙的方式 可以一击上网 其他所有设备都可以跟着上网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 谢谢